好的 再來我們要講解ADI AM145如何重置 然後回復原廠設定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按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功能啊 好那我們可能想要說啊怎麼按好多奇奇怪怪的功能 我都不知道怎麼樣把它歸零 都不知道怎麼樣把它調整回來 那我該怎麼辦呢 好沒有我們現在按好多奇奇怪怪的功能 這時候沒辦法使用了不知道怎麼設定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那它的重置的方式就是這個FUN鍵按住一下 不放 進入選單之後呢 用SQL跟Call鍵上下選擇到選單29 選單29之後restore這一個 用大選鈕可以選擇 它有兩種重置的方式 STUP呢就是回復我們的設定 就是說它可以回復一些基本的設定 我們可能一些調整的設定 好可是它不是回復原廠 它只是把一些設定給清除掉而已 然後FIX呢這個就是回復到我們的 原始設定 好那差別在哪裡我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我們先選擇這個我們的設定清除 就是我們的辦洗 這時候呢選擇好之後我們這個Mega鍵按一下 有沒有 按下去 馬上燈光變亮了 為什麼 因為它把我們燈光的設定的部分給 我先把它調回來 不然它看不到 我看到 它 這樣子已經 把剛剛燈光的那個設定已經回復到原廠設定了 好剛剛就燈光那些一些我們的基本的設定回復 回復成原本的樣式 可是呢我們自己的一些 什麼正負擦屏啊 什麼Tone這些 它都沒有消掉 因為它不是整台歸零 好那這時候呢 我用辦洗結果我的功能還是沒有回復 這時候我就只能考慮我把它全洗 一樣FUN鍵按住不放 然後上下選擇到選單29 最後呢 選擇旋轉大選鳥選擇Fake回復工廠設定 這時候Mega鍵確定 有沒有 整台就重啟了 可以看到 它整台 都回復到原廠設定了 我先把燈光條 暗一點給大家看 然後 如原廠設定了 它連那個步驚頻率都剛剛剛剛調整好 步驚頻都不見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必須再照我們 一開始講的那些步驟 再一個一個的重新調整 適合你喜歡的 機器的設定 你就需要再慢慢的調整了 好可是這樣子就可以快速的把 我們剛剛按到的那些東西全部得刪掉 有沒有 剛剛那些東西全部都刪掉了 這樣子可以快速的 把一些我們按錯的部分給歸零 這樣子有時候 你就在外面 用這個方式 可以讓機器也許 原本不能發射 或者是發射出去 沒人理 那快速的歸零掉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繼續使用 以上就是 ADI AM145如何重置的方式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我們這邊有興趣的,開啟小鈴鐺 就不開啟小鈴鐺 有二一時來 我們在旋轉的夾 小鈴鐺